歡迎收看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更重要的是 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都可以用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持續做更多更好的節目 因為你的每一筆捐款都是鼓勵我們的力量 也是讓我們可以持續走下去的力量 好 那這個節目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談的就是一些 比較沒有太多人關注的議題 所以像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談到的就是一個 在從原住民的角度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爭議的一個議題 就是嚴世奇的開台400年 那當然這個開台就充分的展現出這個漢人的史觀 可是明明台灣都已經走向轉型正義 也不斷的在強調多元史觀 可是為什麼你還是要用開台這兩個字呢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就邀請到了這個月亮說話 月亮力粉專的小編 布農族的年輕人打論來跟我們談這個議題 那沒想到這個節目播出沒多久大概半個多小時以後呢 這個嚴世奇開台400年展的這個粉專 其實也就有雲林縣政府的回應 我稍微來講一下他們回應到底說了什麼 他說這個的確他們當然覺得這個 為什麼他們會想到這個初衷呢 不然這個初衷就希望大家能夠更了解 這個嚴世奇的這個開台 這個所謂的或者是台灣早期的這個歷史 特別是在大航海時代的歷史 那不過呢他們也坦承了 這一次的展覽的確對族群主流化這個現象 這個議題是有一些忽略 那他也感謝參觀時光會客是能夠願意理性客觀的方法 方式並且是實地走訪來去提醒雲林縣政府 要以更嚴謹的態度來辦理這個台灣 跟台灣歷史有關的一些展覽活動 那他也謝謝布隆族人打論的 在節目當中的批評指教 雲林縣政府說 在未來呢會更加注意留意這個族群主流化 跟多元文化認同的思索與討論 從節目的角度來講 我當然覺得這是雲林縣政府的回應 我們當然是給予肯定的 那特別是他們願意去發現了自己的疏忽 並且也說未來他們會做的更細緻一些 那但是雲林縣政府的回應呢 剛剛我們談到的這個月亮說話月亮麗的粉專 雖然也對於這個回應這件事情是肯定的 那他們願意去面對這些問題 可是他們也有後續的一些看法 那在月亮說話月亮麗的粉專裡頭 他們提到說雲林縣政府呢 既然知道這個展覽對於族群主流化的精神 是有所違背的 也忽略知道了忽略了這個原住民族主體性 跟原住民史觀的視角 那但是這個粉專更嚴厲的去說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一件蠻重要的 知道自己犯錯卻不願意正面澄清跟道歉 拿族群主流化來做官腔我們不會接受 就是月亮說話月亮麗的粉專表示 對這樣一個回應 他們其實是感受到一些遺憾 也期待雲林縣政府能夠去道歉 從這個粉專的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是尊重每一個人的這個發言 那其實我也蠻同意 這個月亮說話月亮麗的粉專的一些回應 就是的確你可能要更正面的 雲林縣政府可能要更正面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作為媒體我們當然是作為一個平臺 作為一個對話的平臺 同時我們也會去針對這個政府的一些施政 一些作為來提醒來監督 但是這個是從媒體的角度 可是我們也希望雲林縣政府不只是在 未來應該要更謹慎辦這個活動 也應該更有誠意的 如果願意的話來直接的跟粉專來直接的對話 甚至是可以在這個活動的進行之間 來辦一場座談 來辦一場座談 然後好好的把這些問題給談清楚 好那這個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上禮拜節目播出之後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來要來跟大家說 今天的節目先跟大家說 今天節目其實比較長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我們合辦的這個勞動議題的系列講座 我們一共會辦三場 那第一場就是在今天播出的社工師的美麗與哀愁 我們訪問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社工 廖福元先生 那在12月12號呢 我們的第二集會 這個系列的第二集會訪問 林立青做工的人的作者 林立青 然後談的是做工的人的心事 誰能知到了第12月26號 我們這系列的第三集 會訪問的是 外送員舒伯豪 那同時 他也是最近成立的一個外送員的 一個勞動協會工會的一個 他們的發言人也是理事 那討論的題目是運送美食的那雙手 談外送員勞動權 談外送員勞動權 好 那這系列的演講 事實上是為了高中老師 也是為了所有的觀眾朋友來準備的 歡迎大家能夠收看我們的節目 也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Podcast頻道 YouTube頻道 好 我們就要來開始今天的這一場座談了 好 那今天是我們開始的第一場 那邀請到的其實是一個 我應該認識好多年 然後其實 廖福元主任在我的研究上面 也給了我很多的協助 那他是這個醫癲活權之家 即精神疾病照顧專線的主任 我們先請福元來跟我們打一下招呼 好嗎 各位老師 大家好 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出現 真的很厲害 謝謝大家 好 那為什麼會找福元 其實我自己認識一些社工 然後呢 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有好多年的時間 都在做媒體跟精神障礙 從一開始的這個污名化 或者是媒體的 媒體的報道 為什麼會出現 這樣一個污名化的現象 然後他中間的生產過程是什麼 以及我在後面 最近幾年比較談的是 這個所謂的去除污名的方式 去除污名的過程 所以之前我就到了這個 醫癲的活權之家跟征服之家 來去做田野 那這個這個機構事實上是很特別 大部分我們看到 最近這個超商的議題 其實這個精神障礙又讓大家 開始的高度的關注 甚至也許對某些人來講是一個恐慌 可是呢 其實當我到這個征服也好 或活權也好 或是台灣有一些這個精神障礙的機構 或是視覺失調的機構 他們是走的是所謂的會所模式 所謂的會所模式 就是會 用平等的方式來去面對 每一個這個精神障礙者 待會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許我們再請服務員 來跟我們分享 那不過一開始呢 我想我們今天從服務員個人 開始談起好了 就是我想請教一下服務員 就是你為什麼會想要去當社工 就是這個工作看起來也不是太輕鬆 如果沒有一個很強的使命感 或是當時沒有一個很強的這種社會關懷 好像要去當社工這件事情 恐怕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吧 為什麼你想要當社工呢? 什麼時候開始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不是選擇了當著社工 而是選擇了我想要怎麼跟人生活 然後那 我是一個 小時候我就喜歡玩社團 然後我喜歡跟別人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然後 所以說我現在工作其實常常不是說我在幫助精神障礙者 或者幫助照顧者 而是我覺得我跟他們一起完成一些 我們共同的目標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層面其實是 我覺得 從小到大我覺得有一些 我覺得我不被理解的部分 然後我希望被別人理解 或者我覺得 我就算我希望被人理解 還是不被理解 而這件事怎麼推開我 我跟人的關係 我跟家庭的關係 我跟學校 我跟社會的關係 還有就是我在這裡面 我怎麼縮小我自己 我怎麼委屈我自己 跟 相對那個人 會不會 因為這拉開 其實 搞不好有其他的很多的這樣子 縮小的我 是大家都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我 延伸一個 為什麼我會特別投入 精神這個領域 這主要有一個部分是 我小時候有一些 有幾個奇妙的經驗 第一個是 其實 我們家 我住南方 然後我家 前面有一個南天宮 很有名的廟 然後常常有一個人在那邊指揮交通 對空氣指揮交通 然後有一次 我印象深刻是 我坐公車的時候 那 有一個人就開始說 叫我守戒他 然後他要幫我算命 然後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然後 但是 坐我後面的學姐說 在那個人下車之後跟我講說 他是校尚的你剩下的那一載 然後你又聽得這麼認真 那個人 其實就在南天宮指揮交通的那個人 但我覺得是 當他幫我算命的時候 我覺得我聽的是他的道理 我覺得他在說些什麼 而我有感覺什麼 但是當一個人可能他在瘋狂 或者我們不理解的狀態的時候 然後 似乎這個人跟 在所有人面前是 是 他好像是另外一個異世界的人 然後這件事其實讓我 讓我很困惑 然後我也必須說 但我不是因為後面這理由來做這個工作 但因為我的舅舅也是生病的人 我覺得家人之間其實也沒有很理解我舅舅的經驗 那因為我舅舅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就死掉了 然後 但是我覺得就算家人 其實有時候也會跟我講說 舅舅的話 你不要給他聽 你就貴笑了 所以說就算是陌生人跟我家人 跟我剛才前面講的 我跟人之間的差異 這些東西是 我覺得我感覺到人都在受苦 或者人因著差異沒有被理解這件事 就是他形成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關係 而這件事情是我一直好奇的 那 那跟我也期待人不要過得這麼的 這麼的 我先講淺白一點 我希望人過得好一點 那所以我覺得我選擇的這個工作 其實是希望 跟人有連結 然後跟我看到人的 從我自己看到人的受苦裡面 怎麼去減少人的受苦 這樣子 我聽你的描述 我覺得就讓我想到有一首歌 仙人遊壯 就是在談你在南方澳的經驗 那是聲響樂隊 林聲響的一首歌 鍾永峰寫的詞 他是想說 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的所謂的精神障礙 視覺失調者 那可是以前呢 我們的生活裡面在過去的農業時代 這樣的人其實也是存在的 但是他可能當時沒有什麼精神病悅 也沒有特別被隔離 他就在我們的社區當中就像仙人一樣的存在 所以他有時候就會跟你一起工作 有時候跟你一起做事 有時候他可能就回到他自己的世界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在面對 這個精神障礙這樣的一個群體 可能的一種方式 那未必是 剛才我們看到很恐慌 很害怕的一種類型 當然 精神障礙的類型有很多種 也許我們之後再跟他談 不過如果再回到你的這個經驗來看 你為什麼去當社工這件事情 似乎跟很多人 我的直覺上面似乎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比較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 但是有很多人 可能是因為考試考上了 或者是因為他有某種想要去救助別人的 協助別人的目的 但是你似乎這個目的不是那麼的強勢嗎 我 嗯 第一個因為 我的確不是因為考試 我覺得是 就是生活把我引導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又沒有助人的慾望呢 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搞不好一開始比較有 但後面我覺得 當我展開跟人的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助人的慾望 恐怕會變得不是那麼全力對等 在我的工作訓練裡面 還有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助人這件事 可能會變得你看不見對方的力量 然後還有就是 那如果你要幫助其他人的時候 那對方可能 他會因為在這個關係裡面 他也會縮小他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 後面的脈絡比較是 怎麼在平權的關係中 我們 的確可能他們有他們 弱勢的地方 他們社會處境不利的地方 可是 我覺得不是幫助他 而是幫助我們 我會這樣講是說 好 我們2019年有辦一個國際研討會 我很喜歡這句話 我覺得他後來 被我更定調是這樣 就是 我們過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是國外的同儕 就是有生病經驗的人 他們在國外 本來就是 他們有走過那個 Mapro 然後他們有同儕運動 他來台灣的時候 跟我們分享的一個 紐西蘭原住民部落的 流傳的一段話是 如果你是來幫助我們的 那你不要來 因為如果你來幫助我的 是在浪費你們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的解放 跟我的解放 解放是互相連結的 那我們一起努力 那我覺得這段話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我前面講的 我覺得在幫助 我不在幫助他 而是幫助我們 我們怎麼一起去改變 這個讓我們受苦的世界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也許還是有一個助人的心態 但是慢慢的 因為你的工作的關係 你開始強調的是一種 所謂的互助 或者是一種相互成長的過程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要來幫助我們就不用來 這似乎跟你的工作 是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 那可不可以請你先簡單一下 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自己的工作 以及你的機構 就是這個活權之家 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剛剛談到會所模式 他在這個精神障礙的 相關的領域當中 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 運作的方式呢 好 我工作的地方 現在我們有切成四個部門 一個是我一開始工作的地方 叫會所 然後那會所比較是 就是跟有疾病經驗的人一起工作 然後他是一個夥伴關係 他的設計是在翻轉 一般的助人專業關係 裡面的權力關係 是來參與的人 他是會員 而我是職員 我們都是會所的成員 那這個會所要發展的目標 假設他是要做午餐 如果這個會所的目標是 就是我要去做唱權 然後或者是說 我要做這些事情 我可能就有行政文書 或者公關或者財務的工作 那這家公司要做的這些事情 就我們跟會員一起完成 所以他像是一個工作夥伴關係 那他打破了的就是 並不是工作員在經營這個單位 而是我們跟會員一起經營 所以我們會所的工作設計 用兩個點 讓大家知道他的特別之處 第一個我們希望會所做的工作 裡面做的會晤工作 甚至是工作員一開始 不知道怎麼做的會晤工作 比方說我們異國料理日 然後我們會做那個 我們甚至聖路西亞 我們沒有聽過的國家 算有邦交 那我們當不知道怎麼做這個菜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跟會員一起去查 他們國家有什麼食物 然後一起研究食譜 所以當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仰賴我們的會員 他自然而然就翻轉了這個權力關係 甚至是通過這個過程當中 當會員發現工作員都不會做的事 我們一起做的時候 他有一個是他們有被需要的需要 那所以他不是一個受住者的位置而已這樣子 對 那我另外一個 因為其實過去其實 經營即便照顧者 他是沒有資源身份的 所以其實我過去在會所工作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就是 會員的需要跟照顧者是不一樣的 那但是我的工作歷程裡面 沒有讓我看到照顧者有很多的辛苦 所以後來有一群比較草根性的家屬團體 他們找我們 那應該說我也去問他們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計畫可以支持你們 你們想要什麼 他們說要專線 所以後來我們又成立經濟疾病照顧者專線 那這個專線特別是在是 他是一個家屬支持家屬 照顧者 傾聽照顧者的專線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工作是 當大家現在看到很多社會事件的時候都會說 為什麼不做強制就醫 然後可能就會出現強制就醫違反人權啊 然後於是乎我們就在那個家屬的人權跟當事者的人權裡面在那邊 要嘛就一定會侵害一個 但是我們就參考國外有一個叫open dialogue的開放式對話的工作 那我們已經大概實驗自己自酬經費 但很小型的做了大概四年的時間 那我們去年跟衛福部爭取到計畫 所以今年開始比較正式的在做 但是一個很小也是三個人力的實驗計畫 我們就希望說未來不是只有強制住院這個方式 而是我們當一個家庭裡面生病的人發生危機的時候 我們主動進到他家裡面 而不是叫警察把他送到醫院 對 那這是一個我們還在實驗的工作方式 那剛才大家看到繪本 其實他是一個另外每個藝術教育工作的賠利 我們希望 因為其實我的工作也會做就業服務 我會開發就業然後帶會人去就業 可是其實很多精神障礙者 他早期就生病 他的社會技巧能力不太夠 然後所以我發現他在我們訓練的過程當中 他就一直在訓練 然後他是過得不快樂 那但我發現有一群會員他們喜歡創作藝術 然後我覺得勞動一直有被討論藝化這件事 然後我覺得創作這件事如果可以 他表達的是他的內在 他自己的心理 然後跟這個東西是可以跟拿來跟社會溝通對話的 那如果他又有一點產值的話 然後又可以去支揚他自己跟做社會對話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像這個繪本就是一個樣例子 所以我們就希望做藝術教育工作賠利 也能夠讓那些沒有辦法去外面上班的人 可是他通過創作會畫 能夠至少得到一種成就感 這是我大概的工作 聽起來你比在超商工作的萬人店 還要更萬人 你要去面對個案 你要去做政策的研究 你還要去做倡議 你還要去跟家屬聯繫 你還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比較特別 還是所有的社公司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這個社公其實蠻忙的 在網路上面有一個叫王金發社公的日常 那這裡面有一個圖 他說他早上電訪 然後就心情受到了打擊 然後中午要去加訪高風險的對象 然後下午他要去帶活動 然後到晚上還要去寫企劃書 去申請經費 等等的各式各樣的工作 是不是所有社公都這麼忙 社公這麼忙他怎麼去調整他的時間 這個時間可能包括了他 可能還要幫他自己想辦法去寫案子 然後去養活自己 或者是他要面對各式各樣的 這種行政的雜物 甚至還包括倡議的部分 那這個社公他怎麼去面對 萬能店員他在做7-11的工作 在做小器的工作當中 他慢慢就會內化成一套的應對方式 你們是怎麼去面對這麼複雜 而且又跟情緒有很大 很有關的一些工作 或者甚至連自己的飯碗 可能都要自己寫案子去申請 我覺得我幸運的是 我自己的飯碗不用自己寫案子去申請 但是我又必須說 我覺得我是一個太貪心的人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做 所以我做的事情比一般的社公 又再更多一點 但是因為管老師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說中了一件事情是 台灣的NGO第一個是 政府給的錢其實不足以去養一個NGO 我舉個例 一個案子裡面的勞健保 裡面的大概將近人事費的20% 是要機構自仇的光這個 然後房租的案子也常常是要機構自仇 所以以至於其實你多做 你的周轉金就要越多 你的自備款就要越多 所以說如果你要成立一個NGO 你要去養 為了做服務去養 我覺得這種社府單位絕對不賺錢 那這個現象也會導致是 一個台灣的NGO大不起來 大型的很少 然後很多是小型的 那小型的NGO他可能就是 靠社工自己寫方案 然後那個NGO的可能理事長什麼 他們想辦法去募款 就會然後造成是NGO其實一直在一個 有一餐每一餐 有一年每一年狀況之下 所以最後就是不管你是 你是第一身的社工 還是你是想要做事的小型NGO的主事者 其實都要活得很辛苦 我覺得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跟台灣的社工我覺得也不被重視 所以他的發展其實沒有那麼專精 然後還有就是我覺得社工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我其實覺得社工現在太偏個案跟團體而沒有社區 甚至倡議甚至我覺得很少 因為大家都覺得專業是要做個案工作做得好 我覺得他們會跟心理師比 他們會跟醫師 就是助人工作專業比 與至於社工我覺得 老實講我覺得現在社工本來要做社會倡議 要去改變社會這件事 其實成分越來越少的 都忙著能夠養自己 然後救服務對象 這樣的事情 對 不過社工應該有很多類型 社會倡議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種 但是應該也有一種是在做個案服務 那就是 但也許是某種的分工或者是 他可能是有一種在功能上面的這種區隔 應該有不同類型的社工吧 我覺得嚴格上來講 現在社服界沒有倡議的社工 嚴格來講 只有很少數他是那種 比方說社服總盟 要很大型的這種聯盟 他才會有專案人員去做倡議 那這個問題也反映在一個問題 比方說其實各個 全台灣各縣市都有所謂 你只要打關鍵是身心障礙者 控格資源中心 或者身心障礙者控格轉型中心 他們都是做個管的 然後 然後他們 我認為其實台灣很多身心障礙不利 身心障礙者的 可能不管無障礙還是各種社會福利措施 我覺得社工才是在第一線會發現問題的人 那發現問題才能夠做倡議 可是必須說 我覺得太切割了 就是他們現在光做好服務 他們根本沒有腦袋想倡議這件事 以至於做政策的人 他沒有看得到服務的現況怎樣 看得到現況的人無法去談一個制度面的問題 服務設計的問題 乃至於政策裡面的資源分配 所以以至於我覺得 我們其實一直社服整個體系不夠健康 我覺得跟前面的政府不夠花資源去培養 讓NGO長出來 但是另外一塊也跟我剛才說的這個有關係 我看這是一個還蠻有趣 特別我覺得是有蠻嚴重的問題 做倡議的跟做個案的事實上 看起來是某種的這種斷裂 或者是說 大家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在做個案 而在倡議跟政策上面 相對之下 他也因為這個個案的過於忙碌 即使他發現的問題 他恐怕也沒有太多的 從政策的角度 或是從一個比較結構性的角度 去思考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他投入到這個個案的本身 那個制度性的問題 那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個政策性的問題 我們待會再來繼續跟大家談 可是我要回到一個更現實的狀況 就是社工他的確面臨到了 剛談到的個案這樣的一個部分 剛剛也提到說很多的社工人員 他其實接觸到個案很多 他甚至還要去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社工是時間管理大師 他怎麼去面對這麼多工的工作 這麼多類型的工作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叫做情緒的勞動 這個情緒的勞動要去怎麼去面對 跟去所謂的消解 或者是去解決也好呢 我覺得前面那個時間管理大師 我想還簡單回應說 我覺得所以很多的社工會下班自己做事 雖然他真的在 他其實在上班 可是他也不會報不了加班 他就會花自己的時間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的確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不是時間管理大師 只是他只是犧牲自己個人的時間 然後 那情緒勞動的部分呢 我覺得以下言論只代表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我怕我太嚴格 就是說 在情緒勞動的確我覺得 我們會有情緒勞動的問題 但是我不會覺得 我不會用嚴重來形容 因為我覺得情緒勞動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 對 然後甚至我覺得在專業上面 如果你有情緒的勞動 本來他就是我們的專業要練習跟實踐的 對 然後跟任何一個情緒勞動 都存在各在各種的不同的人際關係 特別是比較親近的關係 是就有情緒勞動 只是在社工工作裡面 我覺得情緒勞動會發生的狀況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一些比較衝突 比較矛盾的狀況 會讓人感覺到痛苦 比方說 你工作的對象 他覺得你不是一個好社工 他覺得你為他做的不夠多 他覺得為什麼A社工可以這樣 為什麼B社工不行 就是A社工你為什麼可以給我補助 為什麼你不可以給我補助 類似這種 這樣很辛苦 就是還要跟人家被比較 感覺是一個服務業 對 但是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本來他就是我們的工作 因為他在這裡會做比較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怎麼去看懂他在這裡的比較 或者我們怎麼去看到是為什麼他 他為什麼像個刺蝟要傷害我們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一旦有像刺蝟要傷害我們的人 我覺得是背後都有他的脈絡 那有些甚至我覺得是他過去的 跟人家相處的歷史裡面 他的創生反應 所以我才覺得說怎麼去帶著這種 這種也許是專業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是懂得 懂得聽他們發生了什麼 遭遇了什麼 而不是只看到他當下的情緒 跟他的不正不好的行為 而是看到為什麼一直就反覆用這些模式 比方說我們有些會員 他有時候就會 因為當你跟他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他感覺到我們要發生衝突的 他就突然大哄說 你就是要把我送到保護室 就是要把我關起來對不對 他可能就很激動 那這時候就看得到是 他過往當發生人際衝突 或者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當他有比較情緒高漲的時候 照正發作 或者是又發病了 就被抓到保護室 或者打乖乖針 就是他過去的人際模式一直這樣的時候 你無法跟他討 就是他現在就會用同樣的 那時候遇到的一個不好的對待裡面 去思考你 所以當這時候我碰到的時候 我就要有辦法靜下來 穩定下來 去跟他談是 欸 那個 你現在覺得我會這麼做 是不是因為 是因為過去 在發生這樣的事的時候 就會得到這樣的對待嗎 然後 或者再問是 那你感覺現在跟之前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覺得你想不想要好好跟我討論這件事 就是有時候就是 怎麼去 不會跟著他的情緒起舞 去跟他工作 其實這件事就蠻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 對 但我也必須說 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就是我 那這是我的 我不代表其他的社工 是因為有的社工是會覺得好委屈喔 為什麼 會不會就是你太理智了 你太冷靜了 你太專業了 那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像你這樣子去面對 我遇到一個對我大吼大叫的人 我不僅不能夠難過 不僅不能夠反擊 我還要必須冷靜的思考說 這個人的生命歷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子做 他有什麼要我要去解決的問題 我想應該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得到吧 即使是在於社工專門科技培訓的人 這個都會是一個問題吧 那社工有社工的社工嗎 當他真的面對他的問題 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呢 這個要分成兩層 第一層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社工的督導系統就非常重要 對 但是必須說現在普遍的社工督導系統非常爛 因為他也有一個爛的 他有爛的政策下來的設計的造成問題這樣子 對所以社工流動率才那麼快 就是才會說畢業只要兩年 大概只有剩四分之一的人在做社工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一個好的系統其實 比方說其實我不會覺得我委屈 是因為其實當開始能夠去談的時候 我覺得我也會很對等的讓對方知道說 其實我剛才有被你嚇到了 我剛才其實好緊張喔 因為我覺得我剛才其實沒有想要對你胸殼 可是你剛才那樣的反應讓我覺得 好像 好像是不是你會很緊張的害怕 然後這個也有讓我覺得沒有被信任 對就是我會把我的心情讓他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在後面 就是當能夠先處理眼前最困難的問題 再拉回來 那這也是我在跟我們的同事在討論的事 因為我覺得工作者也千萬不要單方面委屈自己 你知道嗎 因為關係還是要對等的 跟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讓他知道你在這個過程經歷了些什麼 他可能也正在經歷第一次有人可以好好的跟他講 他這樣的狀況會讓人不舒服 當你可以這樣跟他講的時候 你有辦法促進他去覺察去思考的時候 他也正在進步 那我覺得他才有辦法有一個好的關係的循環 那我覺得這才有辦法是一個 這是一個待在這邊 不是衝突就是不好的突然 而是我沒有辦法在這個衝突裡面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說話 對 剛剛你突然間大聲應該也嚇到一些老師 那個郭孟佳老師剛剛傳訊息給我說 他被你嚇到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想應該 但是很多在實際上面在面對這些個案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有這種狀況 所以你剛剛談到兩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你說這個工作的畢業的兩個 只剩下四分之一 所以社工的流動率是高的嗎 第二個就是你剛剛談到要有好的督導系統 但是要面對他們自己情緒的問題 要好的督導系統 但是你說督導系統很爛 到底是多爛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好 我覺得我先用結構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督導系統為什麼會變得爛 就 因為第一個 我們的政府方案 就是 因為管老師今天有說 可不可以台南回捐啊什麼的 那我覺得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是在於 其實台灣政府給NGO去 去投標 拿到的錢是絕對養不起自己的馬 這是一點 所以給的薪資去不太足夠 所以有的社工其實他可能做了幾年 他可能會知道說 這樣的薪資他沒有辦法過生活 這不是一個長期的辦法 然後尤其是男的社工 其實本來就少 可是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靠北社工版 都會聽到一些男社工在問 這樣交不交的到女朋友 然後 會不會嫁給我 甚至 我也看過有男社工 真的是說 他的那個什麼 未來可能的岳父 一直在問他有沒有要轉職 對 就 就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 好在錢的部分 那但是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台灣的NGO的單位 因為有時候為了活下去 我覺得他們在做標案的時候 第一個 會去標自己本來不見得擅長的案子 對 然後還有就是第二個層次是 比方說之前我記得家福 是家福還是哪個單位 散幕 他們是做家暴的 後來政府給的案子 一年比一年績效要求高 一年比一年那個給的錢越來越少 於是他們決定撤退 那我這件事在講什麼 就是當 績效越來越高 其實最後你壓榨的是誰 第一線的工作者 然後還有你的績效定的越來越高 其實你要達到的品質也越來越差 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做的事情 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當你流動率高的時候 你的督導搞不好都很菜 所以可能是年資高的 就變督導 那你覺得當他在第一線的時候 他的督導也很菜 當他上來的時候 他知道要怎麼去督導別人嗎 然後跟這個母單位 如果這不是他本來擅長的業務的時候 比方說 其實身心障礙之源中心要求不分障別 可是他母單位如果是 像我們做精神障礙去做自閉症會做的怎樣 或者有些單位是心智障礙做精神障礙會怎樣 其實品質會差很多 但是他的教育督導系統其實也不是這個專業的時候 那個督導其實也不見得比較厲害會做 所以我覺得是整個這種環節讓人容易流動 因為他不是一個足夠支持性的環境 這其實就是我們待會再繼續跟他談 就是整個政府外包化 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外包性的政府 很多的東西都是在外包 那當然在外包的狀況底下 我們待會再談這個比較制度性的問題 可是回到剛剛談到的這個所謂的流動性也好 或所謂督導系統也好 就是這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個外包的結果 使得很多的社府機構為了要生存 他可能會接一些他不專長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社會福利也好 或所謂社工也好 甚至剛剛談到不同的帳別 他的專業應該就有很大的差別 那第二個 因為這樣的一種外包的系統 會造成的一種現象就是在於 這些人的流動率高 流動率高之後 其實所謂的督導可能也很差 督導可能也很年輕 所以社工需要成為一個社會的支持系統 但是這個社會是支持系統 社工的背後 他這個支持系統 恐怕會因為這個制度上面的種種問題 而使得這樣的一個狀況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但我們再回過頭來 再繼續談有關於在制度 或者是在外包化 或者是有關於政府跟社福機構之間的關係 可是我們再回到社工本身的工作狀況來看 在社工的工作過程當中 會遇到一些安全的問題嗎 剛剛你大吼一下大家就被嚇到了 我相信很多在這個食物的現場 他絕對不是只有大吼 那可能會有一些情緒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不經意的 這樣的一種反應 甚至你可能自己在意的是跟視覺失調有關的機構 大家對於視覺失調 可能在心中都有某種的害怕跟恐懼 你有面對到這個問題嗎 或是一般人怎麼去面對這個安全的問題 或是安全的問題是嚴重的嗎 好 這個問題要回答其實非常的難 但我要先哭手一下 再表一下政府 我覺得最不安全的其實是政府的政策思維 跟資源分配造成的不安全這樣子 然後但人身安全的困難 然後我覺得其實我在這裡工作大概14年 但是其實我真正有被打的 我被打到的次數就一次 所以你有被打到 但是也有沒有被打到的經驗 好啦也是 對但是其實 其實老實講會很出奇的出奇的少 非常少這樣子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 嗯好 我有機會我再貼一篇文章 我們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看那個衝突這樣子 然後 那 我覺得 我必須承認就是 當我是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跟我是主管的時候 思考安全是不一樣的 嗯哼 我在做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時候 我是比較衝的 所以我會去接一些其他單位 覺得接不下來的人 哦 就是比方說智能障礙合併精神 或者 自閉合併精神 嗯 或者本身是比較 個性真的比較暴躁的 那 但因為通常接來之後 我們都會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 那 所以我在第一線的工作的時候 我會是盡可能去接 然後 跟我覺得我們團隊運作 所以我會讓這些東西 讓這些衝突 的確是有減少的 嗯 而且可以找 找出一個路這樣子 但我必須 當說 這樣的狀況 到我變成主管的時候 我想法有些不一樣 因為我 我可能更感覺得到 第一個 我不是在第一線 我的時候不是在第一線長的人 第二個是我 比較感覺到某些 比方我們有行政人員跟我講 他不安心 因為他不是社工 但是我們有行政人員 嗯 然後 我才比較發現 他 有時候我們 有些會員的衝突 他會覺得 這不是他想要的工作環境 即使沒有 打人 但是我們會有一些爭吵的時候 我這不是一般工作場所有的日常 嗯 對 所以說 變成是 我當我是主管的時候 我的確會去思考是 嗯 怎麼讓這個環境 大家來工作是安全的 對 但是老實講 我有寫過一篇文章 但是還壓著 我沒有發表過 就是我們要選擇 善良還是正確 嗯 我覺得我在第一線的時候 我選擇的是 我選擇的是 善良 但是我在主管的時候 我選擇的是正確 但沒有說一定這麼二分 對 但我覺得 我覺得 而且善良 我覺得善良可能 我是刻意用這個文字 在寫文章的時候 但我只是在說的是 因為我知道說這些人 就算他有一些比較 情緒比較高張的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可以 因為工作經驗而來 跟相處經驗 我知道是 那個是一個創傷引起的 或者過去不好的對待引起的 那這個是有辦法去消解的 或者學習的 這樣子 那但是 但是因為一個不安全的環境 讓其他的工作人員 如果不安心 而甚至離職的時候 我覺得讓他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這是一個正確的事 嗯哼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兩難 嗯 對 所以我其實同時 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是 那如果面對真的是 比較有一種危險性 或者 他不太懂得 適應怎麼適應生活 以至於他有比較 情緒真的是比較不會控制的人 而這樣要怎麼工作 我覺得是 人力比要夠低 可是其實政府是不願意花足夠的錢 去處理這樣子的事 嗯 然後我們要支持他們在社區裡面生活 那 我沒有可能任意人力比 然後這個人怎麼支取他在社區裡面的生活 我覺得是有辦法的 只是我們 沒有想要這麼做 或者我們沒有做過 嗯 我們想到沒有做過就覺得不可能 這樣 嗯 對 嗯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在所謂的公共服務業都會出現類似的狀況 特別是跟 例如說消防員或是警察或者社工 基本上來講 我們會看到一個現象 最近這五六年來 這個 上街頭的人 就說從公寓的角度來講 我以前都會說 以前大部分都是所謂的藍領的勞工 最近這幾年來 就是所謂的白領的專業服務者就越來越多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社工等等 或是醫師護理師等等 這樣的一種狀況 或者是剛談到的消防員這種公共服務業者 公共服務者 他這個狀況是越來越多 那也就是說 你剛談到一個人力比的問題 而這個人力比其實一直在 當然從 消防員或是鐵路員的角度來講 國家在這部分的人力是遠遠的不足 那在社工上面 因為雖然不見是由國家去養 可是社工他其實在整個的社福運算上面 也有很多的問題 待會我們也會過來 回過頭來跟大家談一下這個社福預算的部分 可是因為你剛談到人力比的不足 再加上各式各樣的多工的現象 或者是剛也談到情緒勞動的狀況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你們到底領多少錢 就一般來講一個社工的薪水 到底是多少 就是我這麼辛苦 我這麼多的情緒 那我的薪水到底夠不夠 然後我只能是一般的狀況 然後這個社工這個行業 這個職業是有前景的嗎 就是你可能從一個一般的這種所謂的社工員 但是你現在開始當了主任 那主任之後要再幹嘛 有這樣一個階層化嗎 或者是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嗎 我們從一個最底層來看 第一個會有現世的差別 中南部的薪資的確 不知道從那個回捐裡面看到一些薪資 我都不忍睹 因為我都不敢相信 從回捐的薪資裡面調 甚至看得到只有25這種數字 我自己很驚訝 對 那但我聽到的是中南部 有些人可能就是現在多一點 可能是2830 那台北原則上都一定還會有3234 那前年因為蔡英文 因為她有推動了一個社工人員的薪資薪資 只要是衛福部方案 是要衛福部方案裡面的人 他的薪資是34916 那如果你的工作有風險 所以會加8點 就會變35913 那你是那個保護性業務 像作家報而保的 他可能就是35913 再加997 就是35913 36910 這樣子的薪資 那這是基層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吃這個 社工薪資薪資的薪資 你不會拿到這個錢 所以還有這樣一個差別就是 對對對 因為你不是這個方案的 他就不會有這個錢 所以說 你看這個Range很大 就是25到35 但是 這個社工薪資薪資 他每年會續薪 你只要表現夠好 他會每年加997 就將近1000塊 跟他有加了薪資證照 但是你再怎麼樣 老實講就是 到底可能就是4萬多 不會到5 對 你只是基層的社工人員 對 對 就算你加最多加7年 你可能就4萬多 那你是主任應該比較多吧 我必須說 主任沒有這個加級 因為我在政府方案裡面 我放不到政府方案 因為是主長督導才能夠放到政府方案 我變成是機構自仇 所以我這個位置必須是很大型的 比較大型的機構能夠自仇才能夠聘的 對 那但是我也吃不到 所以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我現在的薪資 糟糕這個會往外播出 就是 好 就是 我現在的薪資 如果是 你是這個方案的督導 他加到最後會跟我差不多 但我做的工作不會比他少 所以我現在一直讓他說 自仇的單位的人的薪資 就是不會比政府方案高 然後這個是前兩年才開始這樣 但是也必須說 其實這個案子還不普遍 聽說有的縣市還沒有按照政府這樣子去走 然後所以整體來講就是說 我們過去 如果或者沒有在這個案子的社工 我們必須說你是三四三五 你就十年之後 如果你沒有當主管 你沒有當主管沒有生一階 你可能就一直是三四三五 你十年後還是一樣 所以有些人就有說 如果你在台北工作 你一開始當社工 你是社會新鮮人 就可以拿到三萬多好像不錯 可是你五年後十年後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為什麼流動率那麼高 其實也跟這個很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想要一直做專業工作 不做主管的時候 其實你薪資是上不去的 所以必須說沒有什麼前景 所以沒有辦法累積薪資只能夠累積功德 功德值不斷的往上加 但是薪資就一直停在那邊 對所以這個也就是要去 我覺得是的確在勞動權益上面 必須跟政府倡議的事情是 第一個這個專業怎麼被看待 但是我覺得現在社工 有時候大家還會叫志工 但我覺得這個教制對我來講 他表現出來是大家不知道社工是個專業 跟大家不知道怎麼去使用社工 或者社工們還沒有一個足夠的社會影響力 對 他好像影響力 實際的一堆志工他們很有影響力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會認為爭取勞動權益的同時 怎麼樣去增加社工的社會影響力 而讓政府去覺得這個行業的重要性 是蠻重要的 嗯 我覺得這有難度耶 因為現在的社工就你剛剛描述 或我們所知的 他大部分都是在一種補充性的角色 就是這樣有一個空子 就是一種補充性的角色 你說要被大家看到 就是只有被服務的人他會看到 然後被服務的人他其實也會覺得 呃你的專業與否可能不是最重要 而是他能夠服務的是最好 我覺得這個難度非常高耶 對啊 就 但必須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 所以我個人 為什麼我會做藝術教育工作的培例 我們去年有一個展覽叫精神病人的房間 嗯 然後老實講 我們最高一天有1500人來看 一天喔 然後我們自己都嚇到 那 我覺得 但我會舉這個例子是說 社工們怎麼去 去創造社會影響力 以至於 呃 以至於 就是 怎麼去帶動社會改變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 第一個會讓我們工作變比較有趣 不會只是服務 還有第二個是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會談勇勇充全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的工作 其實是 讓這些所謂的本來被幫助的人 但是其實他是跟我們一起走 他們如果得到力量的同時 我覺得那是 整體社會的改變 我覺得 才會有機會 好 我可能有點大 有點樂觀 但是我的確是這麼覺得的 我甚至覺得 怎麼用 就是 我們發生那麼多的社會事件 的時候 然後以至於政府會花更多錢去蓋司法精神病院 而不是去顧更多 有需要的進障家庭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 是 輿論影響的施政 影響的資源分配 所以其實我的確有在想是 我怎麼去創造一個認識精神障礙家庭 或者他們的經驗的文化 而我如果當認識這個文化之後 有沒有可能改變資源分配 所以我的確有想說 我以後的工作 可不可以做類似文化感證的事情 這樣子 不過因為你自己做了蠻多事情 就是我們過去有一些合作 其實你做了蠻多 是跟文化行動是有很大的關係 包括你們也做公民新聞 或者是做真人圖書館 或是各式各樣的 剛剛談到的這種藝術的展覽 那這其實 我會覺得你其實雖然樂觀 但是你還是一個行動者 因為你也常常上街頭 你也常常抗議 但是你抗議的時候 也不是只有為了勞動權益 而是可能還有各式各樣的一些問題 待會我們也許可以再回過頭來談這個部分 可是還是要回到社工的處境上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社工他的薪資大概跑到3萬5 3萬6就已經是緊繃了 大概就很難再往上走 那當然有些如果是當主管 也許還有這個往上的機會 那可是呢 不只是這個到3萬5 3萬6就緊繃 甚至他可能更低 可是你剛剛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有些薪資 是2萬5是2萬62萬7 你很嚇一跳 嚇一跳的原因是 你看到是一個回捐的資料 然後在回捐裡面有2萬2萬7 所以為什麼會有回捐啊 然後他應該是拿多少 然後這個回捐之後 那他還有薪水嗎 這到底這個回捐是怎麼回事 那到底這個雇主通常都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你去回捐 或者是如果你不回捐會怎麼樣嗎 我必須說我很不清楚回捐的文化 因為我在我所在的地方沒有這個文化 我都是看公會後來出現了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在那邊板上面在罵 我才真的知道這件事 那但是我覺得回捐這件事會發生 是跟我前面講的是 如果不回捐 是不是有些NGO會活不下來 那但是我不贊同回捐的文化 但我對我來講重點在於是 如果一旦不回捐機構活不下來這件事 就是台灣的NGO起不來 那這件事到底是 是不是政府該負責任 那因為這也跟社福採購法 採購法裡面的社會福利有關係 然後跟其實我們有一些談社會福利基本法的立法 就是希望說我們社福單位的採購 不會跟其他的公共工程的採購一樣 對就是其他公共工程的採購 其實他們可以有利潤 但社福採購是不能有利潤的 然後所以說我們怎麼做一定賠錢這件事 然後跟我們會賠錢還不打緊 如果有些案子還會罰款 對你賺不了錢還會罰款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這些回捐我覺得它是不易的 但是我們要看到這裡的結構性問題 我覺得是政府要怎麼去思考 你要做委外這件事 你已經在節省你的成本了 某程度委外就是為了節省成本 那有些是民間可能會做的更好這個原因 但是如果你是為了這個 那你更應該給民間有足夠的錢 甚至我認為的確要有利潤 因為不管有怎麼利潤也不可能真的賺錢 但你是為了繼續讓這NGO能夠比較穩定的推動 而不是還要想辦法去找錢 更何況我覺得台灣人的捐款行為 是說我錢就是要直接給你那個可憐的人 受扶住的人 你居然把錢有六七成的人士的錢 花在人士成本聘這些人 對不對 我跟你講台北市政府我就直接我會不怕說 王浩跟莫丁小微之前就在台北市政府 要凍結台北市的預算 說我們會所人士費太高 對要凍結 對阿就是 但我覺得他們會這麼說 某程度也反映了民眾就是這樣 對 然後 就是 所以說這件事也會不利於NGO 第一個是政府就沒有給足夠的錢 讓NGO不好活下來發生的迴捐 同時又不好去跟他募款 因為民眾的捐款行為 其實是不會讓你養人士費的 對 這些都不利於他們的生存 所以我覺得這些結構性問題 我覺得是需要好好被看待的 而不是只有罵這些 誰叫你要做 你要做那你就要想辦法去拿錢 你就不要弄回捐嘛 對 不要只是用這樣罵而已 這樣罵不會解決問題 而且整體社會 可能會因為看不到結構性問題 我覺得是 越來越少人真的想去做 他認為重要的服務 因為他不會被整個結構性裡面被支持 這樣子 嗯 這邊其實蠻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我們這裡都是 大部分都是公民老師 或者是我們是公民社會的這樣一個老師 那當然我們會非常關注的是公民社會 可是公民社會怎麼樣壮大 那他絕對跟這個地方的NGO的發展 是有很大的關係 而NGO的能不能發展 一部分當然是從民眾的支持 一部分是所有的國家 你要講說協助也好 或者是他怎麼樣去跟NGO去互動也好 但有些國家他們可能會透過稅制的方式 去協助NGO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一種做法 可是回到這個社福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來看 就是 呃 當然我們看到政府做的這些做法 呃 我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到底我們國家在社福的支出的比例是多少 這個比例當然 這個比例可能包括說我自己國家內部的社福機構 或者是我國家內部的社政單位 他可能是一種比例 另外一個是呃整體來講 他對於所謂的社福機構 呃民間的社福機構 他有什麼樣的一種一種關係呢 就是一個是在整體預算上面 另外一部分他到底一般來講 跟民間的社福機構的關聯性是什麼 好我覺得比較大的部分 但我覺得我因為我覺得我 我沒有處理到這麼的大的層次 所以有些可能會講不夠清楚 但你目前的 就是整個政府的預算 總預算社福的支出是最高的 像去年有四千多億吧 今年已經高達五千多億了 你是說跟歷年比起來今年是最高的 每年逐年都增加 每年逐年都在增加 而且社福的預算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強了 但是這些所謂的社福支出 主要成長的原因是因為 社福支出包含勞保 國民年金的保險 還有發老人年金 老農年金 身上年金 他是這種社會保險支出 然後這種支出 因為政府其實每年都有固定 你只能增加多少 你什麼東西 你因為增加了 所以你要扣除 我記得有一個 兩趴還是幾趴 一定要被砍掉 其實監察院在2018年有一個調查 就是說 社福支出是一個最大的開銷 然後保險 這個社會保險 我剛才說五千多億 社會保險的支出是 剛才說的佔了七成 所以我們所有的東西都發現金出去了 所以這才會說 為什麼每年選舉都會 要不要腦農津貼 要不要老人津貼 然後發這種現金 那發這個現金為什麼不好 因為 以比例來講 那種服務 就是大家都不重視服務 因為整個服務的 拿到社福預算 像我的工作 他就是社會服務 這個服務的預算就會被降低 或者以比例來講 他是變少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跟整個國家社會 大家都覺得 我要拿到那個COCO 我覺得是一樣的 就是拿到現金會有一個安全感 或者說你就是有在做生意 放到那個政策上面 你放在那個服務上面 他對很多人來講 我不會直接受用 或是他一個比較虛無緹緹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說其實整個社福的預算 其實沒有真的增加 增加的其實是社會保險 剛才說的 那些現金給付 年金什麼的保險的支出 對 那所以 但是問題 增加了這一塊 卻 在比例上面 服務的也會反而是減少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 因為剛才管老師有提到是說 那接案這樣的方式 因為其實社福的 我已經忘了 社福民運化是在 60幾年還是70幾年的時候 我忘了 都比較沒有研究這個 就是政府還開始把這種社福工作 全部都委外 之後 其實這種民運化之後 我覺得現在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 NGO也跟著錢跑 然後政府其實在做施政的時候 他偏房幣 對 然後跟 他其實不懂服務 結果他有時候 其實是 我覺得他會不懂服務 然後壓縮的 單位的發展空間 我舉個例來講 這些服務有什麼不好 我們單位在 其中我們有一個征服之家 在101年成立 然後我們那時候 一開始是五個工作人力的補助 但是柯P上台之後 柯P上台之後 然後那時候 他的社會局局長 跟他有一樣的想法說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績效 結果他拿績效去跟個管比 而不是跟我們比較接近的比 然後各管比 各管的績效 人力比這樣子 他們服務更多人 於是似乎要把我們人力從五個砍成三個 對 後來我們是花了很大的力氣 想辦法才去爭取到只砍了一個人 結果我們為了維持本來我們的服務 結果我們自己在自嘲一個人力 然後這個過程就是很累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有一年他要把很多的不同生意障礙者的 把個管跟生活重建合併 結果我們也去抗議 因為這個跟我們擺服務不一樣 但是為什麼 然後跟他一下子把我們服務人數 從120要加到180 那為什麼加他的理由我覺得很不公平 那我會提這個是說 政府當他不懂了服務的樣態 他也沒有來真的認真做研究的時候 他是被議員質詢追著跑 然後於是乎他就要達成某一種達成率 他沒有去看服務的樣態 所以他當要設計績效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以服務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會更好去回應需求 而是用他面對被質詢的壓力 面對他自己的想像 或者他的預算結構要再重新整理 然後怎麼樣去再擠錢去做什麼 有關係 結果擠壓的是我們 所以這個接案的不好的問題在於 我覺得回頭他不只是壓NGO 他回頭都有一個問題是 他會讓品質變不好 對 那我覺得 這個就等於是說 我就外包一個問題是 當這個是 事關人民的需求的時候 當他們不懂人民的需求之後 那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社福應該全部收回去 全部你政府你就直接知道說 需要是什麼 那你錢就砸在需要上面 你自己直接看到問題 不是民間跟你講個老半天的看不到問題 然後你又自以為是 對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應該要這 乾脆就是全部收回去 公辦公營 對外包化的這種狀況 當然從這個所謂新自由主義來講 或者所謂的小政府主義來講 就會覺得 政府不要管那麼多 那民間是有活力的 民間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事實上 在台灣的民間社會 面對的問題是很多 剛剛談到的在歐洲國家 他們可能民間社會是比較壯的 所以這個社會的支持 社會的捐款 或者是他們會有一套的稅制的機制 去協助這些NGO的 這樣的一種發展 可是在台灣其實又不是這樣的模式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外包化的現象 這外包化事實上可能會 剛剛談下來有兩個 我覺得蠻大的一個問題 一個是績效主義 就是所謂的大家在面對 因為政府錢出去了 他就必須要面對的是議會 面對議會的話 他就必須要去看你的成效是什麼 那成效怎麼呈現呢 不是那個成效的品質 而是某種的數量 就所謂的KPI或是績效主義 所以大家都在不斷的在做這種所謂的KPI 或者是把那個量去加大 可是實際上面量加大 不代表是品質好 量加大也可能會回過頭來 壓縮了這個勞動的過程 以及所謂的服務的品質 那我覺得第二個 其實就是你剛剛談到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另外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在台灣 我一直說是一個主計治國 我相信在這裡很多老師應該 大家都會很清楚 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寫paper 你要花很多時間要去做核銷 能夠很清清楚楚的交代 然後如果你做的這個事情 沒有發票 你可能要想辦法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但是你在弄這個發票的時候 想說我會不會有違法的問題 等等 就是你會花很多時間 在做這種瑣碎的事情上面 那最後你就變成是一個打工仔 就是你在幫政府打工 然後這打工仔的薪資又很低 然後打工仔的成就感又很低 這個其實我不知道 這樣做起來不是很硬 會不會覺得 哇我今天搞了半天 我到底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好處是因為 我想可能跟老師們一樣 就是說如果學生有回饋 我覺得可能這些 可能也許就有時候變成滋圍末節 對 但對我做一個社工來講 其實有時候就是從我們的工作裡面 人的回應 或者就是在關係裡面 當然有衝突的時候 但也有質問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是從這裡面去找到 繼續留在這邊 或者在這裡努力的意義 對 對於所謂你服務的個案恐怕有問題 我記得你跟我講過 應該是活權 那他也是一個標案 那可是你們這個 可能每次都要寫案子 對不對 然後去申請經費 可是其實你們在對服務的對象 其實是花很多的心力 而且很多時候那個服務的關係 是必須長期建立 他才會有信任 他才會有這種相互支持的力量 但是你今天可能這個案子給你 但是明年你沒有標到了 或是這個案子給你了 明年沒有 那你這個機構 或是你這樣的一個部門 他可能就會消失了 或者是換到別的部門 別的機構 別的單位去做 就是可能別的服務機構去做 我覺得這個對於個案被服務的 被服務者來講 那個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是 他會是一個很不穩定的事 但我們標案是 活權裡面的征服之家是一個標案 然後所以這個是 我們有在想 就也會在討論是 我不知道老師們知不知道 就是說 我們的標案有1加1 有2加2 3加3 那實驗案很多是一年1000的 對 或者補助案這樣子 其實這些東西是 老實講我們一開始 增幅是101年 那時候是先做兩年 然後再重新招標 然後再 後來慢慢從2加2 或者2加1 變成現在3加3 那其實都存在一個不穩定 是 就是 我覺得 第一個是在房舍的部分 其實他也常常不 他也常常是 房東不租了 你就要換一個地方 這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性因素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剛才說的 他對於人力這種績效 所以他可能把你拔走了 你能夠服務的人就會減少 那 是因為我們母機構還有一點財力 所以就可以去補人 可以彌補這個狀況 但是其實整體來講 案子說 如果你只能 你要用 招標然後續約評鑑 我覺得他都在於是 你對於這個單位的計畫 你只能用兩年 來思考 就是你怎麼去思考一個服務 要拉的很長期的 甚至它是一個長遠性 跟 我們做的工作是人 會不會必須說其實 因為既然障礙者他的輔據是什麼 我們會說他們的輔據是關係 那當你的案子 其實是有某一種不穩定性的時候 你怎麼去拉一個長遠的關係 我覺得這的確也是一個考驗 所以這個其實也一直都有 我覺得是做在一個 做一個管理者 或者希望發展這個服務的人來講 的確會覺得這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要照顧人民的本來就是政府 所以說如果要真的能夠長遠這件事 那有沒有另外一個機制 是不是這種招標 因為只要招標就可以換人標 但你當然可以說換人標是因為我們做的不好 但也可以這樣想 但是我覺得我相信大部分的不是做不好的問題 但是大部分如果都會繼續 但是他其實在做長期規劃如果是短期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利於怎麼長期去思考人的需要 還有就是發展性會不見 因為你不敢想一個長遠發展的 的一個服務設計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連心智不穩定 被服務的對象不穩定 社工跟個案之間的關係是不穩定 這個機構能不能生存是一種不穩定 但是其實政府每年都穩定的給錢 可是他可能就穩定的給不同的單位的錢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都要花這樣的一個預算 為什麼不讓他去一種穩定的方式去 不見得是特定的機構 而是至少在那個制度上面 不是這種必須要非常高密度的 這樣一種去換合約 或者是這一種一種部分 或者是說 當然你說全部都要國家養 可能對國家來講負擔也很大 或者是他可能要去做某種的考評 只是我會覺得考評 他應該有更多的不同的方法 即使對這個機構的內部的一種考評 或者是說今天政府有些的案子 他可能真的得要外包 但是他的比例是多少 國家應該要佔多少的 在行政上面 或者是在一種國家義務的 這種支出上面 負擔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必須 可能要更長期的去在政策上面 制度上面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回到我們這一陣子 我們看到 疫情相對之下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 可是你剛剛談到 這個精神障礙者也好 或者很多的社工跟 這個服務對象之間關係也好 他都是一種關係 他的支持的系統 其實他的輔據是一種關係 那或者是我們看到在社區的長照的機構 A點C點 或者是像社區關懷發展協會 或者是社區關懷據點等等 他也在談的是一種關係 可是因為疫情來了 疫情來了 大家要去保持安全距離 大家必須要在自己的房間裡面過生活 當然現在已經比較不一樣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這樣一個疫情 對所謂台灣的社工 或是台灣的社福體系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 因為我不能代表整個台灣的社福體系 我比較是從我會接觸到的來說 然後比較是跟精神有關係的 那其實第一個是 我們有些社區復健中心 然後它是屬於衛政的 就是衛福部 比較衛生單位在管的 他們都要求社會 復健中心要停止 所以他們就關了喔 但是關了的問題是什麼 是本來我可能每天去那些復健 或者參與活動 結果不能去了 那我不能去了之後發生什麼 這個還包含日間留院 就是去醫院白天去的這樣子 那大家不能去之後就回家 待在家裡面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疫情期間很多人也居家上班 於是乎 本來兩個人長期就是透過去上班 跟你去參加活動 比較減少摩擦的人 他們發生摩擦了 然後跟必須說 生病的人 有些人是不適應疫情期間的生活的 因為其實甚至連我們都在適應了 所以變成是照顧者就要很 很很 在這個現場要 我覺得他們會碰到很多 之前時間拉開的空間 而來的其實就沒有這個空間了 那我覺得另外一方面是 他們那個 其實以我們來講 我們可以居家上班 跟我們會想辦法跟別人有別的生活 可是其實生病的人 他們很早就失去社會關係 他們可能只剩下去活動的地方 可能本來是他們唯一的社會生活 就他們現在唯一的日常不見了 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說其實 有些單位就這樣關閉 就是對於家庭來講是負擔的 然後還包含就是 當我覺得醫院呢 不是也都暫停去探視嗎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國家 並沒有看到不同的疾病 有不同的需要 就會發生什麼 就是我們有服務的會員 或者我們照顧者專線接到的電話是 就是他孩子去住院了 結果他想知道孩子在裡面發生什麼 但是疫情的期間 一開始打電話去還聯絡不到醫生 為什麼醫院降載 醫生的班也變動了 結果他一開始還進不去醫院 不能去看的時候 就他不知道孩子的狀況 其實這時候就會很焦急 或者疫情期間 我覺得精神疾病 有一個部分就是他的 跟自我的斷裂 或者人際關係的斷裂的問題 結果你把他送到醫院是為了治療 可是其實 在這種斷裂裡面又充滿了不確定性 還有就是你真的把他切斷人跟人際的關係 那因為 有些疾病的病房他可以用視訊 可是精神科的病房是規定不能視訊的 為什麼 因為 我知道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不想要有照相手機 也不要有網路 對 那這個之前是我一直有在打 打說為什麼探視權沒有 在沒有疫情的時候探視權就非常少 我曾經被醫院打過好幾次 我做一個事公分去看 然後法福也有道福法治發生 當事人發生問題 律師去醫院看 也被醫院擋下來了 這本來探視權就不好 然後通訊權也是 他們就是公共電話 他們為了很多的 以隱私為由 還有就是說 你這個電話如果常常打出去 你會影響到治療 你可能跟外面的吵架也會影響到治療 所以他們其實也不想要有這些東西 所以某程度住院就切斷了這些很多的聯繫 對 那我只是覺得疫情裡面不能想說 所有的人都有他的適應能力 而沒有去看見不同的人 在疫情期間有不同的需要 對 但這也反映在台灣在防疫這件事 一個很醫療的思維 就是在我聽到的是像英國 他在防疫這件事會看清人類學家 心理學家 社會學家 教育學家 教育學家的意見 但我們都是醫療的意見 我們並沒有 我們防疫比較是真的就是 就是 就是 醫療的性質啦 我沒有看到人在疫情底下 有不同需要的防疫措施 可能可以是什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之前我們節目也討論過 請劉少華老師 談到疫病的這個十個關鍵詞裡面 談到台灣的整個在防疫期間的 特別是你剛剛談到的那個 從醫學的思維作為出發 我自己在節目裡面也討論過 像陳錦煌醫師也 或者是一些社區的工作者 其實他們都會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哇 這樣的一種防疫的方法 會讓很多人他原本在社區裡面 會有這種所謂的社區的支持系統 特別是我剛剛談到比較地方型的這種 長照的吸點或者是社區關懷據點 他們沒事都可以看到彼此 然後他可以有一些 這一種見面的機會 他會變成是一種支持 可是他回到家裡面 很多人憂鬱症開始出現了 然後家庭的衝突開始出現了 甚至詐騙的問題也更多了 那可是回到一個現實上面 就是要防疫啊 那不讓大家回到家裡面 難道大家又要群聚嗎 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讓大家有一個彼此支持 或者是說 去減少這個所謂的感染的可能性呢 好 第一個回到我們單位 其實我們自從 我們也是配合三級防疫嘛 我們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把我們的本來的活動都線上化 嗯 這第一個 我們線上化 我們本來所有活動 我們沒有真的就暫停 對 然後 所以我們讓 有數位能力的會員 線上化 跟我們甚至有會員 本來不會用手機 也不會用網路 我們請他的家人趕快買一個平板 然後我們 然後教他怎麼使用 然後請那個他住宿地方的人教他 然後跟我們連線我們教他怎麼用 對 那 所以我們維持了某些人的日常 跟在疫情期間 其實我必須說 我們疫情期間我們的會員 他們 更踴躍的參加活動 因為他們真的 很需要 很需要 所以我們是 疫情期間 本來不常來的人 反而還蠻常上線的 對 那還有第二個是 我們有些沒有數位能力的人 我們其實就是用電話做方式 對 這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說就是 回到說不要暫停所有的服務 而是你有沒有辦法 是去先做分級分類 然後知道哪些人在疫情期間 適應能力會更困難 然後或者他缺乏什麼 我們大家有的條件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支持他們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是 就是要有人在討論就是說 那專門做 有些社工專門做外展 做仿視 就不能仿視了 那些獨居的人怎麼辦 那些可能本來 就跟社會比較疏離的人怎麼辦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說我知道 有些公會仿視員 因為社工還被抓去 幫忙做疫調 因為他們不用仿視 所以我是覺得是說 我們其實這也反映了一個什麼事情 是我才跟社區復健中心 今天一個資深的工作者聊 因為社區復健中心之前要求的都是 要做治療性業務 因為他們是拿健保 所以我剛才說的 他們被要求關閉 或者我就不給你錢了 但是他們就改為有些是做的確有線上活動 跟我們一樣 但是政府就說 這個不是我當初給你的錢 這個我不算 所以他們就要自己算自己的 那這件事反映什麼 就是政府在對社區復健中心 設定他要做什麼服務的時候 還是非常醫療治療導向 而沒有思考到其實他還是要提供很多 多元化比較貼近人的服務 對 那我只是再從這個例子是說 我覺得政府得去思考 不要很僵化的是說 那我仿視 比方說我認為 還是可以去仿視的 只是你的仿視的空間怎麼隔 比方說 我再怎麼樣把門關起來 我都可以跟你聊 我至少知道你怎麼了 我去敲門 知道他的狀況也好 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 因為有時候在疫情期間 人真的會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報導者之前有一個採訪 美國的視障者 他是台灣人 他要談在疫情期間 他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甚至他怎麼感覺在初期 在美國那個社會被丟下了 所以我也會很擔心我們的會員們 覺得被社會丟下了 因為他們不像我們訊息更新的能力那麼強 然後他們在適應疫情這件事上面 我覺得 真的也沒有我們那麼多的生活可以去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 那一種 我感覺他們被丟下的感覺是 比較強 比較不用能多的這樣子 剛剛談的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其實應該要看到不同的需求 或是不同的問題 不同的類型來做不同的這種調整的方式 我剛剛服務員也提到了一些 可能在以這個視覺失調 精神障礙相關 可以去做的 那我自己在節目裡頭 在我們的這個通訊欄當中 有一些我們過去做的節目 老師們也可以做一些參考 就是也有人提到說 我們要不要用降載的方式 就是我們就可能沒有那麼多 不需要那麼多 但是輪流搭輪流去社區的中心 或是去強化的某種的這個 到家裡頭的這種照顧 就剛剛談到 也許他們可以隔著一段距離 然後去問安 或者是隔著這個對講機 通話的方式去問安 那這都是另外一種 可以再去做仿視做探視 甚至可以聚集某種的低度的聚集 然後去達到一種社會支持的這種效果 那但是回到社工的本身 那你們在防疫的期間 有什麼樣的一種防護嗎 就是防疫雖然講那麼多 看起來也蠻熱心 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這樣不會讓自己陷入到 某種的危險當中嗎 或者是說 你們有什麼樣的政府 有什麼樣的一些防護的措施呢 政府都要暫停服務了 怎麼會有防疫措施 所以沒有真的 例如說應該可以優先施打吧 沒有啊 我剛剛就這樣說這件事 很多社工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做仿視 那能不能讓我們優先施打 沒有 沒有 就是沒有 跟所有人一樣 就是這樣的照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 但是你看嘛 就是說 有些 就有人那時候在幽默 就是說後來誰先打 是旅遊業還是什麼誰先打 然後後來社工發現 天啊 他們都打了 結果我們居然還沒有打 然後我們怎麼比那些人不 奇怪是誰 我忘了 嗯 對好我忘了 然後我只是說 在防疫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都要靠我們自己啦 真的就是靠我們自己 比方說我認識的做遊民的 他們都自己做防護啊 嗯哼 對啊 也不是政府發給他們那些防護衣啊 就各種防護 都是自己想辦法 我政府就希望巴不得 不要因為我們服務而染疫 對我覺得全部的思維 全部都是以防疫為最悠閒 甚至唯一的感覺 然後也不顧有些人真的會被落下 嗯 會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我自己在節目當中也 也討論過說 對啦 一開始的時候的確大家很緊張 這也是人類 很多人可能是一輩子第一次面臨到浩街 所以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慢慢的我們可能要把這個系統 都要好好的建立起來 剛剛談到那種 面對不同的狀況的思維方式 或者是安排的方式 都應該在這個 這個才是叫做所謂的優先的去 這個事先就先部署好了 就是一個優先部署的這樣的一個思考 要不然這個東西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段時間不去解決 不去面對 下次如果真的又不幸發生的事情 那可能大家又是一種手忙腳亂的這種情況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服務員 就是其實我們剛剛前面也提到 你其實不是一個很單純的社工 你會為了勞動的權益上街頭 你會為了倡議某些的主張跟理念 要去上街頭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做好好的一個社工 社工就好了 還要去做這些有的沒的 你覺得在目前台灣的社工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透過這種方式去解決 或是你透過這種方式想要去主張什麼 怎麼樣的方法 可以比較能夠讓台灣社工問題 或是社服體系的問題 不會像我們剛剛談到那麼嚴重那麼可怕 老師這個問題真的很大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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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拿著一個人的木 誰不可能 誰真的確保自己不會碰到 你需要做社會救助這件事 我們在服務過程當中 也碰過很多很有錢的人 他出國就很像去隔壁縣市一樣的人 他就去了 然后他买房子也是感觉像那个什么租房子一样那么容易 但是他们的家人就是会生病 然后有钱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很优先的我觉得就是解决社工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我们身边周围的问题这样子 同时其实我觉得回到社工制度的解决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靠每个人 就很像我也想要靠公民老师 就是比方说我会说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会员们我前五年在这边工作 我感觉五成的人在学校曾经有被霸凌的经验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会员是管老师也认识 但我就不说是谁 他是在毕业之后很久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还会害 还不想要在学生上下课会碰到学生的时间坐车 因为他还在那个恐惧里面 那当老实讲我后面这再加五年再加十年之后 我现在我们的会员 但这个不是一个很精确的估计 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 十个有八个曾经被霸凌 他们主观的霸凌经验 所以我在想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靠公民老师 但也不是说要靠每个人是说 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是不是一个他们生病的原因 甚至不可能生病的原因是 他们过去在这样的受伤不好的人际关系 他们已经学会了创伤反应了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 我觉得有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因为那些害怕担心而有的思考或行为模式 是留着的 所以我讲的是说 回到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社工所面临的 我不要说社工本身脑洞的什么制度这个问题 而是这些面临的问题 其实是有赖于真的是不同位置的人 都要一起努力的这样子 对 那社工的工作处 如果大家认同前面 我们再来支持我们改变社工的脑洞环境 或者整个社工所呆的政策环境 因为大家认同了我们才有机会来谈 那我们怎么努力 或者只是大家没有感觉的时候 也只是就说说而已 对 所以还是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重要性 很贴近自己 然后跟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的 然后跟 认知这件事重要 愿意跟我们努力这样子 嗯 我觉得刚刚福源谈的那个例子 我蛮有感的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 也不是一直以来 就偶尔会到这些精神障碍机构 去帮他们上媒体试读的课 或者是其实也跟福源他们有一些像真人图书馆的节目 对 我前一阵子才去新北康 对 新北康去帮他们上 对 对 然后我后来 我发现就是 就是我让他们讲说自己的故事 就是就是有点像真人图书馆 然后要去协助他们怎么去讲自己故事 然后你知道吗 我听到每个人的故事 十个有七八个都是从小被霸凌 这个霸凌当然不是只有在学校 而可能是包括在家庭里面 然后这个霸凌不见得是那种所谓的 肢体上面的霸凌 有时候是语言上面的霸凌 而常常霸凌的状况是比较 所以他就产生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社工的问题 其实社会的问题 而社会的问题会变成是每一个人问题 而每个人问题可能最后 会转嫁到社工的身上 但是应该是大家共同要去承担 共同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非常谢谢福源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从他自己的个人的 这种工作的经验 为什么要去做社工这件事情 我们慢慢的谈到了这个社工的处境 不管是在群细劳动 或在工作劳动上面的一些 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包括也刚刚谈到了安全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背后 可能是一个还蛮大的制度上面 必须要去面对跟处理 特别是这种所谓的国家的外包化的这种做法 好那按照这个学科中心的安排 我们接下来会有QA的时间 那是不是我们人数蛮多的 是不是请老师举手好了 那举手我们来再请你来发言好吗 就我们接下来是开放这个QA的时间 有吗有吗大家老师们都是选我选我 我们现在是管大小学堂 有吗老师们不用客气 对还是你觉得服务员讲的太好 太烂了没有办法把他回忆什么 都可以 或者回馈也是也可以 好那个许TV老师 是吗我们请许老师 服务员老师 服务员跟主持人好 所以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听完这个服务员的分享 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社工的时间是很紧凑的 但是服务员一直有提到说 自己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会很好奇说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才有办法让自己有比较多的余裕 去多做一些其他的社工 可能没有心力去做的事情 这是我很好奇的 谢谢 OK你是如何超人化自己的 我觉得第一个是 OK好那刚刚那个徐老师的问题先回答好了 就我觉得第一个是我需要有趣 因为你真的觉得你现在工作满了 其实有时候满了也容易觉得无趣 那我觉得我就要觉得有趣 我其实有趣才碰到管老师啊 因为我们做公民记者 然后带会员去做一些采访 我也觉得这本身很不设工 这本身其实就是让会员去 我一开始就希望翻转人们对于疯子的印象 然后我们去报导社会的议题 然后跟我们亲近社会 那这件事本身我喜欢 那我会觉得它又带有好多重的意义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怎么去找到做这件事 其他的乐趣 如果现在很无聊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需要做一些有趣好玩的事 那当我觉得有趣好玩 跟我一起做的人也会觉得有趣好玩 对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 我会去做其他的事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的路 就比方说我现在一直在做服务 就是按照那种个案团体社区 然后里面谈的这种社工的三大方法 我觉得有时候他其实 我说我也找不到路 所以说当我从跟他们的相处 我没有发现有一个 比方说我们会做画画 除了希望创造其中劳动的可能性之外 我是从他们画画里面我被触动了 而这个被触动 我觉得那社会大众会不会被触动 我好奇 我也希望觉得我从这边找到连接感 我也希望社会大众跟他们有连接感 不是病的理解 而是人的理解 而发现了这件事的时候 我开始扩大它 一开始先做 然后还慢慢扩大 而这个东西我找到一个社会对话 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会解了本来 觉得在服务里面 好像就是你要不要改变 你要改变 跟结果你逃掉了 然后或者是你很挫折 就是除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后来做了像艺术 只是一个举例 哇我看到它其他的可能性 我不用一直在一个 在一个 点上面 服务里面 助人里面打转 对 我觉得它又给我带来 其实一个可能性 对 然后后来这个可能性 我又找到一个是 用这个东西来做社会工作 是有用的 然后也有趣的 然后像我们那个展览之后 就找王有玉立伟来 我也找洪生汉来 然后也有一些 后来发现蛮多老师 听了报道 我们有上报道者 所以有听了我们的Podcast 然后来找我们 然后也有老师从澎湖跑过来 不是朋友金门跑来 看这展览 然后他就是想要跟我聊 他在学校里面 看到学生的状况 就是 就是不管是在政治上面 或者一些 大学老师要跟我们合作 或者他们 民众遇到什么问题 有些是家属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卷动了 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有一个 在服务里面困境 看不到的价值 然后这些事情 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做 创作的会员一起看到 或者工作人员一起看到 这件事就会让我们 至少让我觉得 那个可能性会发生 就不会只是一个 劳动的感觉 这样子 好 虽然服务员一直在讲 报道者 要记得我们现在 是在参赖时光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们都是好朋友 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Podcast 我订阅我订阅 好 我是顺便开玩笑 顺便直接置入 我没有间接置入 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 其实我常会觉得说 在做社会服务 或做社会运动也好 我自己都觉得 我是抱着某种程度是打电动的心情 在玩这些 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打电都会有趣 打电动常要去克服很多的困难 所以你要真的是 刚刚一开始讲 那个有趣的态度 或者是在心情上面愉悦的去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 好 那刚刚有一位吴春秀老师 其实有一个小小回话说 其实当导师就是在学校设工 就是做学校的设工 谢谢服务员的分享 很多内容都很有感 好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不晓得现场的老师 好像也有同学吧 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去跟服务员来做一些讨论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想法 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那请大家可以先 如果要发言的话 可以先举手 或者是有害羞老师 你也可以用打字的方法 我再帮你把你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你的问题提出来 好 徐老师 好 那徐老师再请你来 想一下你的看法 不好意思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有朋友在当社工 然后他就也是因为薪资的关系 他就离职了 但他在离职做其他工作之后 他又再回到社工 然后我想要问服务员的问题是 因为我们是高中老师 那如果今天当高中生 跟我们说他想要当社工的时候 服务员老师会觉得 我们应该要提供学生哪一些资讯 让他更去判断 这是他想做的工作 还有想要再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今天如果有一个已经在当社工的人 跟服务员请教 关于要不要继续当社工的时候 服务员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谢谢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来宏祺服务员 我觉得同学问 我觉得那他先去参与 我觉得先去参与 就是他如果有条件 他能不能去试着当 他能不能去试着当 比方说寒主价 但我是希望他相对寒主价的完整 或者学期里面有一个学期去做志工 然后那有些的志工我觉得会很有趣 但所以要筛选必须说 但我觉得他去做了他比较知道 那是不是他要的 或者跟他的差距是什么 或者原来是这样 他更喜欢你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去做了会比较知道 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看某一些 怎么讲 这样很像我会推销单位 比方说穷学猛 有一个相评种者学习联盟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单位 那他也可以去看那些单位在做些什么 然后都会有些故事的介绍 然后再去选 要不要去做志工这样子 或者看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也会有些帮助 这样子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 如果正在当社工 然后想说要不要继续当社工 老实讲 我觉得他如果觉得要再犹豫这件事 我会觉得人生很长 所以他就去外面晃一下 想要回来也可以 又不是离开了就是一辈子的这样子 对 但如果我会跟他讨论的部分 其实我会想要听到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 他耗损的是什么 然后他本来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是什么原因 那我会这样子问是 因为我曾经的确有问过来面试我们单位的人 他其实在本来的单位很耗损 他本来要放弃了 后来来我们单位之后 然后他来体验参观 甚至跟我们面试之后 他发现他还有机会当的 他觉得原来不是社福单位好像不是都这样 或者有些社福单位里面的督导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让他觉得自己不适合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去了解他耗损的是什么 然后跟他本来在这个工作里面期待得到的东西 跟为什么没有得到 是因为这个服务本身不容易有成就感 就是服务的对象类型没有成就感 还是是整个的工作系统的问题 还是他本来就有点 那个什么 那个期待值太高 或者就是那个想要助人得到回馈的东西太多 就不太贴近实际的状况 是哪一个 那所以这些东西是都会有不一样的谈法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要实际真的碰到跟他聊 我才能够去谈细节这样子 对 但是刚才我觉得婷宇这样问下来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我很怕那个大家会觉得 有一个事情我外来没跟管老师说 本来我要准备跟管老师说了 但因为我觉得前面我好像是 我都好像都都很OK这样子 但因为我现在工作下来 我觉得我到某一个程度了 我需要休息一年 所以我一月就会离职 对 但我的休息 第一个是累了 跟我觉得我不适合当主管 因为我还是很想要当第一线工作者 那我在很多不同的挤压 跟我觉得我太贪心了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要做 然后结果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愿望 已经超过我能够从 我能够吃得下来 所以我一叫我自己喊停的方式是先离职 虽然很多人不看好 他说我离职之后 我一定会找很多事情给自己做 那的确我开始找事情给自己做了 可是我还是在练习喊停 所以我觉得我要离职是这跟 我也在想要怎么照顾我自己 跟怎么去认识自己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同时我也在想后面十年二十年要做什么 我的确想要弄一个跟文化干政有关系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大家没有那么有关系 但我只是在解释就是说 就是人都会累 所以我其实也想要停下来看一看自己 对 所以我离开了这个让我自爱的工作 但是就觉得不行 因为我现在的 像我下班 我之前不会 我现在大概只是五点多就累 回到家 我以前回到家 我还是会继续弄一些什么 但我现在天呐 我最近都好几次都超早睡的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停止 我觉得同时让大家分享 不要看到好像 我就是我还是需要休息 我可能没有像我前面讲的 好像都很好 我还是需要休息 对 难怪你最近回我讯息都回得很慢 因为累了 我觉得有有有 这件事也让我觉得有点心 没关系 那个不重要 还有老师有其他的问题 我把它念一下 一个是陈湘君老师 他说 请问服务员从事社工工作的人 应该有哪些基本的人格特质 然后也就是说 学生除了去尝试去做之外 还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这是陈湘君老师的问题 那另外是另外一位罗老师 罗小轩老师 他问说 公部门体制内的社工 也能够像非营利组织的社工 一样去做些 做这些工作时间外的 倡议行动或者是活动吗 有两个问题 也请服务员来回答 好 哇 社工工作的人 有哪些基本人格特质 耐操 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 第一个 这个真的是当主管之后 我才开始这样想的 不然我以前我没有这两个 第一个你把它当职业的人 当职业的人 我觉得他就是一份工作 我觉得是你有对人的关怀 然后你有你的敏感度 然后跟我觉得你对人的尊重 然后跟你你是在乎 人跟人之间的对等的 这些我觉得就够了 因为他如果是做一个职业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用要求他太多 这就蛮难的 这样子吗 好 没关系你继续说 这样就蛮难的 如果真的要再简单一点 我觉得是 你要能够去观察 你做的任何事情 不要最后伤害了对方 不要因为你是用善意出发 结果其实伤害了对方 因为我觉得有的社工 就跟父母亲为孩子好事一样的道理 有的社工也是我为你好 结果这个为你好 结果是你妨碍了他长大 或者那只是你以为的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位工作者要去 不断的去观察 说你做的事情 其实是对方的感觉是什么 跟这件事 能不能是他自己长出力量 而不是是你给他 他才有办法 而他如果都觉得 觉得是因为你 他才有办法的时候 那时候他可能变成依赖 结果你依赖了你还卖他 他只能依赖 我觉得那也跟你自己有关系 好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在 可能老师 就是也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这个观察 但是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然后去尝试 怎么具备什么条件 我的确觉得 我好像后面这个 我觉得真的就是去尝试了 然后跟我前面说的这样子 我觉得去尝试了 再来讨论 才比较 可能比较实际 这样子 然后公部门 像非营迪组织 必须说 我有认识一些 就算不是连约聘雇 不都不算 但是他的确是因为公部门的委托 然后 而来的工作者 他们也怕倡议 他们不会露脸 甚至声音要变形 变形这样子 我觉得这里有可能有一个东西是 如果当你做倡议的时候 可能回过头来讲 你在那边的工作位置 会 本来你想做的事情 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 我猜 但因为我不是公部门的人 可是因为我的朋友 我观察我的公部门朋友来讲 大部分是 不会做倡议这件事 也倡议不了 然后或者是他们要倡议 是就是会 要隐性埋名 不被辨识出来 这样子 对 然后 所以说我觉得不容易 公部门的不容易 这样子 OK好 那还有这个 吴春秀老师 他有提到说 他自己大学就是读社工的 然后来研究所就转成社教所 然后非常敬佩在社工岗位的同学 还有留在 但是他们留在社工界 大概都是在公家单位 然后他说 我知道社工的薪资并不高 但是起薪算高 但若是在公家 公家的社工应该没有那么低吧 考过社工师的社工 跟一般的社工薪水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是吗 是 就是因为你考上社工师 但如果你是要去公家工作 还有一个是公职社工师 然后公职社工师 还有专科社工师 这个都是在社工师建制化之后 而来的一个产物 然后那的确他的薪资 其实公职社工师就我所知 一定都是舞企跳 对 但必须说 会投入当社工的人 如果他没有去公部门 留在社区的人 是 我觉得像我 我就不会想去政府部门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希望能够 然后跟人在一起 跟能够做一些社会改变 而我觉得在公部门 我觉得公部门 他必须很低调的协助 我没有朋友说要不要理应外合 这样子 不过公部门也是有接触到人 也是有接触到个案的工作 对 但是那个非常少 因为除非你直接在比方说市政府 你就是在社工科 可是很多社工科 他其实很少是直接做直接服务的 他社工有时候是甚至在 比较是管理他自己 就是一些社工的业务之类的 就是公部门的社工 比较少做直接服务 那当然有 保护性业务的有 对 但相对还是比较少 跟那种业务你要去做倡议 你要做政策改变 是比较难的 但如果你真的喜欢直接服务的人 应该还是可以考虑 应该还是可以考虑 你在公部门的人 就是你喜欢做个案服务的 你没有要做个案服务以外的 因为是还有社区工作 然后团体工作相对公部门的人 人也会比较少 因为他很偏个案工作 所以这也跟你喜欢的工作性质 跟你之所以同事这些社会工作 你想要做什么也有关系 所以说当然这也是回到社工的特殊性 对啊医院的精神科社工还会 还有那个什么分红啊 我有听过医院社工可以分红之后的薪水 有到六七万 对 那但是这个就回到社工 为什么有人愿意选比较低薪的工作 就是跟参与做社工的本质 大家怎么在思考很有关系 对 这可能是社工这个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连社工都还会讨论 要不要专业化 要不要建制化 现在都还有一批人 都还在想说 我们一定都要是社工师 对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社工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应该是说社工的在NGO里头的比例跟在国家机关政府机关的比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你再说一次 我是说在整体社工师的比例你知道在政府机关的社工师大概占整体的比例是多少在NGO大概是占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医院因为刚才有人提到医院的社工原则上都必须是社工师 对 他有的是说你一年内就应该要考上 对 所以说其实医院很强调这个师这样子 那工部门如果他是因为工部门还有约聘制的那些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比例是多少 但我相信以经验法的来看民间的NGO没有社工师的一堆 对一堆 那跟社工师的考试的录取率很低也有关系 就是都不到20%嘛 对 甚至有10%以下的 所以说就是所以考取的人也不多这样子 对 那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不是社工师 对 我也没有去考过 就是我个人 第一个我不擅长读书 第二个 我觉得我的时间还是花在不要再去读书 而是工作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变成是我很矛盾的地方 对 就是或者是说我已经早就放弃 可以说放弃要拿到高 就是有一定不错的薪资这样子 对 对 然后跟我觉得 好这个就就是不会拉太久 我就先回答前面一些人的提问这样子 嗯 好 不晓得还有没有老师有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的吗 好 不晓得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 格格刚刚的留言应该很适合当今天的结尾 我把那个欧阳格格的留言 格格老师的留言来念一下说 很谢谢服务员今天真挚的分享 不仅更加认识社公司这份工作的美丽与哀愁 也从服务员说的话里面获得很多的力量 内容有很多的 有许多的反思 是个极度疗愈的夜晚 祝福服务员未来一年可以认真休息 好好疗愈自己 看顾自己 谢谢哥哥 好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在这时候出现了这个留言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ending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老师来参加这一场的演习 那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演习呢 就邀请的是李立新做工的人的作者 我们来谈从一个基层劳工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劳动的问题 然后也会去访问他 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也不只是 是一个工人 他事实上也是一个作家 他同时也做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然后也从他的生命经验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也欢迎大家订阅 三代士王辉客室的podcast 或是在我们粉专来按赞 那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就到这边结束 我再一次的谢谢福源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就把时间交回去给这个学科中心 了 啊 喂 我 关笼 你 感谢观看